欢迎收看老明的频道 上世纪90年代初 纽约有一小群男童性恋者发现 他们曾经多次与艾滋病毒携带者发生过危险性行为 却没有感染艾滋病毒 有些人就到纽约曼哈顿东区的 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进行检查 结果让研究人员大吃一惊 在这批人中间有25人天生对艾滋病免疫 这25人被称为异忧 代表暴露但未受感染者 他们为什么可以逃脱艾滋病毒的侵害 这些人与普通人有什么不一样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基因的故事 1996年的柏林充满了魅力 两德统一使柏林变成了欧洲探险者的天堂 大批欧位青年涌入柏林 在荷尔蒙飞扬的背后 危险却偷偷降临 一位叫做迪莫西·布朗的美国人 在柏林查出了感染了艾滋病毒 他只是当时全球3000万艾滋病人当中的一个 但是命运却使他成为揭开基因秘密的关键人物 布朗在医学界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 因为他的治疗过程主要是在柏林进行的 研究人员就称他为柏林病人 时间要回到1981年6月5日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报告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有五名男子感染了卡式肺包子虫肺炎 很快都死去了 医生感到很迷惑 这种感染通常只出现在免疫力严重缺陷的患者中间 之前这五名男性非常的健康 理论上他们根本不可能染上这种肺炎 怪病传播迅速 有越来越多的感染者丧失了免疫功能 他们不仅会得肺炎 而且也极易被其他的细菌和病毒感染 比如带状炮疹 口腔霉菌感染 肺结核 肠炎 脑炎 多种病原体感染等等 感染后期通常产生恶性肿瘤 最后全身衰竭而亡 毫无疑问 这是一种使人类丧失免疫力的疾病 美国疾控中心就将这种病命名为艾滋病 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 时间来到1983年1月 法国巴斯特研究所的吕克·蒙塔尼耶教授和实验伙伴们 在一位艾滋病患者的淋巴结活检样本中 发现了活性的逆转路酶 这表明细胞中存在着逆转路病毒 艾滋病的真身终于大白于天下 这种夺取人类免疫力的疾病 是一种称为HIV的逆转路病毒引起的 逆转路病毒是最臭名昭著的一种病毒 是病毒界的特洛伊木马 艾滋病毒进入到细胞后 就会释放它包含的一小段核糖核酸RNA RNA会利用一种酶将所需的DNA复制出来 这个过程就叫做转路 细胞会以为这些DNA是自己的 于是开动马力用自身的蛋白质大量的生产病毒 当细胞的养分被榨干后 细胞内已经生产了成千上万的新的艾滋病毒 这些病毒就会冲破细胞 继续侵占其他的细胞 艾滋病毒最主要的攻击对象 就是人体的CD4T08细胞 简称CD4细胞 这种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的指挥官 正常成人的CD4细胞为每立方毫米500到1600个 艾滋病人的CD4细胞却在每立方毫米200个以下 人就会失去免疫力 就可能会得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或者得上癌症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 全球有2000多万人死于艾滋病 艾滋病被称为世纪末的肿瘤 人人谈爱色变 这个时候在医学界突然流传出一则小道消息 听到的人都是既迷惑又兴奋 这则消息就是节目开头说的 有25人天生对艾滋病免疫 时间再到1996年 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 发表了一篇《划时代的论文》 这篇论文完全改变了人类对病毒的认知 艾滋病毒是怎样进入细胞的呢 科学家发现 病毒的外面带着一种称为GP160的包膜糖蛋白 这种结构会与CD4细胞表面的结合位点相匹配 简单的形容 这两部分就像钥匙和锁 一旦匹配上 细胞就会打开大门 自动将病毒带入体内 而已发现的25个天生免疫者 他们在CCR5基因上有一个突变 导致基因的32个片段消失不见了 艾滋病毒与细胞之间没有了连接装置 所以无法进入体内细胞 这些拥有突变基因的人 也就不会被艾滋病毒所感染了 进一步研究发现 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对艾滋病毒天生免疫的人 大概每100个欧洲人里 就有一个对艾滋病毒免疫 但是这种人 在亚洲人和非洲人中间却非常的少见 是造物主偏向欧洲人吗 恐怕也不是这样的 时间要回到1347年的10月 12个热拿亚水手进入到西西里岛的墨西拿港 他们都携带了致命的鼠疫病援军 很快他们就死了 但是鼠疫也正式在欧洲传播开来 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 鼠疫每隔十多年就会重新爆发一次 总共造成了2500万欧洲人死亡 据估算 中世纪欧洲约有三分之一的人 死于鼠疫大爆发 人们称之为黑死病 正是鼠疫肝菌的入侵 改变了欧洲人的基因 使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 拥有了对抗艾滋病毒的能力 基因研究表面 欧洲人的CCR5基因突变大约产生于700年前 那个时代除了黑死病 找不出影响范围这样大的疾病 但是也有很多科学家并不同意这个假设 不管怎样 人们发现在40亿年的漫长进化过程中 病毒的目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不断的复制自己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拼命的活下去 遗传物质到底想要干什么呢 有的科学家推测病毒细菌不断的对人类进攻 改写人类的基因 最终目的可能就是要把人类改造成它 Superman 一个惊天动地万古长存的超人物种 当然了这些都是科幻小说般的假想 而且就算病毒能够把人类打造成超人 可能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 千百年 上亿年 甚至几十亿年 这个过程太慢了 也许人类还没有变成超人 地球就先毁灭了 但意想不到的是 人类自己却打破了这个节奏 让我们继续说回柏林病人 时间再到2007年 柏林病人布朗在身患艾滋病的同时 又得上了一种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血癌 布朗的主治医师格罗许特 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治疗白血病通常要接受骨髓移植 重建患者的造血与免疫系统 如果给布朗移植的造血干细胞 是CCR5基因突变的细胞 那么布朗的新血液就不会被艾滋病毒感染 他的艾滋病不就治好了吗 布朗立刻接受了这个大胆的实验 在骨髓移植前 布朗经受了大量的放射性治疗 完全摧毁了产生癌细胞的自身的骨髓 手术的三个月后奇迹出现了 布朗的身体内再也检测不到艾滋病毒 也就是说布朗被彻底的治愈了 其实此时的布朗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布朗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 它变成了骨髓捐献者的复制体 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可以看一看我前面做的片子 在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柏林病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被治愈的艾滋病人 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病例 它说明人类已经可以在基因的角度上与病毒相抗衡 人类从被动的接受基因改变 进一步变为主动的控制基因 这是一场天翻地覆的变革 2020年全球爆发了新冠疫情 又意外的推动了mRNA 信使RNA疫苗的发展 这个技术很可能做出第一个 中和不同亚型病毒的广普性的艾滋病毒疫苗 原理是这样的 科学家先制造一段改造过的mRNA 这些小信使会骗过人类的免疫系统进入细胞 细胞会根据mRNA的指令生成很多包膜糖蛋白 它们与艾滋病毒外部的包膜糖蛋白长得一模一样 但是并不带有病毒的遗传物质 不久后 人体的免疫系统就会发现这些外来的奇怪的蛋白质 免疫系统会自动的生成一种抗体 一旦发现病毒 抗体就会附着上去 当病毒想利用包膜糖蛋白进入细胞时 突然发现身上带着很多不匹配的新蛋白 它不被允许进入细胞了 病毒无法感染细胞 很快就会在身体内溶解 于是病毒就消失了 人也不会生病了 科学家们估计 在未来的五年之内 人类或将彻底的攻克艾滋病毒 艾滋病毒大爆发 是人类探索基因的一次重要契机 随着基因研究的不断深入 人类已经开始逐渐脱离造物主的控制 走向了一条自主把握命运之路 完美人类或者说超级人类 可能会提前数亿年出现 基因之战终将告一段落 而人类也最终会变成古希腊传说中 那些健壮美丽无所不能的天神 这难道就是生命的最终意义吗 人变成神 没有人能够给出答案 但是下一个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突破生死界限的人类 对整个宇宙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在节目的最后咱们再做一个小调查 认为完美人类的出现是好事的 请在留言或弹幕里打上111 认为这将成为宇宙灾难的 请打上000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聊 好